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讲居士论当中 现在讲昨天这个缘起 我们七世界和有情世界当中 先讲这个有情世界 有情世界当中的十二缘起里面 昨天生起之差别 七生之差别 就是缘起有几个 缘起和缘身的差别 此许缘起即是因 缘身称虚为果法 很多人佛经当中 有缘起和缘身 有两种说法 这个到底意思是怎么样差别的呢 他说是缘起从因的方面来讲 然后缘身从果的方面来讲 比如说缘起因缘具足以后 才可以启发 才可以启动 然后缘身的话 各种因缘具合义合所产生的果 所以从两个方面来这样讲的 佛经当中一般《俱舍论》 它有解释很多佛经的究竟名词 观点这些都解释得比较多 若问经中所说的缘起缘身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正如论中已讲述了 而则是有法的别名故事因果 他身有不同法的 有法的别名 有法的不同名称 所以从因果方面来按的 这是笼统的一种说法 也可以说是凡是因果琐瑟的 所有的法也可以叫做缘身 也可以叫做缘起 中喀巴大师的缘起战当中 也经常说是因缘所生的法是如何如何 我们释迦牟尼佛在他的缘起 比如说究竟的缘起当中 一切万法是空性的 利一切稀论的 如圣者的根本会定的境界一样 然后在合得当中 一切法如幻如梦当中可以期限的 因缘具足的时候 一切都可以期限的 所以通到这个道理 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一个特点 现在世间的任何一个文学家 他们根本不懂这个道理 为什么呢 他们或者是要研究他的现象 或者研究他的本质 他的本质和现象都能彻底研究的人 现在是非常少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的缘起性的规律 就是非常广大的 按照经中所说 此处的缘起实质的 产生后实的因的智分来讲的 因此产生一切果之分之骨 为什么叫缘起呢 它可以产生一切果的智分 因此叫缘起 原因是这样的 它这个缘生可以叫做是果 为什么叫果呢 因为它依靠各种各样的因缘 具足以后可以产生的 虽然这一切智分都是因于果二者 但观代合法是因 观代比义并不是果 所以我们观代法非常重要的 在宗观和音明当中所谓的观代法 因为一切法 我们世间的一些学问当中 一切万物相对的 不是绝对的 也有这样的说法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我们宗观当中的观代法 观代法非常相似的 但是我们如果真正彻底 前行研究宗观的观代法的时候 可能爱因斯坦的一些相对论当中 也是造出很多不究竟的观点 为什么呢 它只能对现象的观代 它就比较有一定的研究 所以它这里就是说 这样的这种因果也实际上是观代 如果是观代的话 观代一因的时候 这个时候它肯定不是过 观代何法如果是过的话 再观代比不是因 就像是观代儿子的父亲 不是观代儿子的儿子一样 观代儿子的父亲的时候 它肯定不是观代这个儿子的儿子 这不可能的 也可以这样吧 就是观代父亲 你不是很多人有父亲 就是我看一看 就是你马上看我 这是什么态度 是不是你的父亲很好看 所以是你看着我 我说是观代二祖父亲的时候 有一个人总是认为是给他说的 不是的话呢 这里没有什么 没有听说是有什么化身和其他产生的肯定 只不过在世和不在世而已 很多人都有父亲 你何必这样执着呢 经中所说的若有无名则有心 若有心则有事 亦前戒若有则生今世 今世以后 就是什么 先今已生 则后世之际的说法是一致的 那么这个经里面就是说是 如果有无名的话 就是有这个心 有心的话就是有这个世 所以他的前戒作为是因 何戒作为是果 他这样的说法 跟圣明所讲的是一致的 对此经不中认为 无名当不是无云 那么经不中 他这个地方有独特的观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前面十二元气当中 有不中的话 他们都认为是无名 心 事 凡是十二个元气的话 几乎全部都是无云的一个不同的阶段 这个是昨天上面他们唯一的观点 然后经不中认为并不是这样的 不是你们有不中所承认那样的 无名当不是无云 原因是什么呢 无名为无知心所 无名应该是无知的一种心所 然后心它也是一种死 我们四十六个心所当中 它是所谓的死 所以十二元气当中 那么这些并不是无云的阶段 所以经不和幽不中的最大的观点 在这个地方 希望大家还是应该观察 他们我们经常也是心里 我们可能不是幽不派吧 可能经不派 经常认为无名不是无云的阶段 心不是无云的阶段 然而是也不是无云的阶段 每一个人的心目当中也是有这样的 所以达成的说法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编中编论里面的十二元气 希望你们方便的时候 今天上师如意宝也已经讲过 大家还是应该好好地明白一下 无名等也并非是主要的缘故 昨天他们说是就像国王一样的 主要的无名是主要 因此他是这样讲的 否则的话 只讲无名就可以了 不要主要的话 那么别的无云这些都不要讲了 只讲无名但并不是如此 因此不是主要的 因此无名于心应当按照本意来解释 无名就是由无名他自己的意思来解释 心有他心的意思应该以这样来解释 不要无云全部混为一谈 这样搞不清楚的没有必要 这是经不宗的观点比较适合 所以实情论师也是到了这里的时候 他就开始讲这个观点 因为前面他说是无名当下面 经下文当中还有这个宣说 经下文当中宣说的话 就是下面这些道理 他说是传闻什么什么 传闻的意思呢 我们讲罗特罗伯的颂词里面也说 传闻的意思就是下面这个宣说 下面就是说了这些说的不是很多 他说是传闻的意思你们等到 在后面还有这个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然后缘起的本体分三个方面 第一个先说无名 下面就是分缘起的有些本体 然后第一个就是无名 下面我们讲这个 那么无名到底是不是 由不宗所承认的这种无名 我们不承认的话 到底我们自宗的无名是 到底怎么样承认 尤其是进不宗他们的无名 什么样承认呢 他是说的无名应该这样承认的 智慧为凭之他法 无名柔亡非情等 所谓的无名 它是一个智慧为凭的一种他法 是有存在的东西 是一种星所也是智慧的为凭 然后它就像是一种非情和亡 也可以说虚王和非情友一样 比如说虚王的话 真正的假话的人 或者是假扎的人叫虚王者 或者说王语的话 这也是真实存在的 然后非情 这不是我的情友 是敌人的话 敌人也真实存在的 所以无名并不是不存在的 还是智慧为凭的 智慧凡方面的智慧的敌人 也就是无名说是智慧的敌人 就像是一些真实的违品 和亲友的违品一样 言说必等戒等故 有些人说是无名和智慧 无名只不过是不知觉而已 不是这样的 实际上言说这样的无名 实际上在佛陀的附近当中 也是用戒 水明 还有暴流等等 有很多的名词来探索过 所以他有他的目的 来为恶悔非证见 这个恶悔它不是无名 它是见的缘故 予必证见相应过 为什么呢 他可以给见解相应 如果他也是一个见解的话 那不能给见解相应的 还有就是 宣说人无智慧过 然后他不是见解 他如果见解的话 他给智慧不能人无的 但是无名可以人无智慧 所以有这几个缘故的话 无名是分开的 也不是见解的 他这个颂词当中 一方面认为无名 还是并不是没有直觉的 它是有分开的一个星所 然后这样的无名 它不是见 无名非见 无名是非见的原因 在这里用三个方面来宣说 他这里非见故 亦见相应故 然无智慧故 宣说有三个原因来宣讲的 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下面我们说 若问无名的本体是什么呢 成为如是了达智慧之违平之不明正敌 因果三宝等道理的一种星所 他法即是无名 什么叫做无名 我们很多人都明明糊糊 整天都连无名都不知道 这样不行 也许可能老主也是知道 主宝戒也是知道 什么叫做无名的话 他一边吃苹果一边就是说 就是不明正对 不明因果 不明三宝的 这样的一个星所就是无名 什么叫无名呢 无名就是对因果也不懂 三宝也不懂 现在有些很恶恶的世界上 他们很恶恶过生活的这样的世间人 还是整天都是在无名烦恼当中过生活的 这叫做无名 无名就是这样的 而并不是只是无有自觉或者是非者虚 并不是无有自觉的 无有自觉的也并不是无名 然后非者虚 非者大家都知道 这是破的意思 然后就是一种单空 单空的这种法也并不是无名 什么都没有的 非者的部分 或者什么自觉都没有 这些并不叫无名 如果他们是无名的话 否则无尽法也 无尽法也成了无名了 就是无有自觉的 像施女的儿子 然后是鬼毛 土脚 全部都变成了无名了 然后无情法 像师徒 母徒 养育 百财等等 这些也全部都变成了无名了 如果光是一个没有直觉的叫无名的话 那么到底无名是什么样呢 就像下面《诗经论》是用碧语来说明 譬如一所废青就是明白 唯一是值得亲友的伪品敌人 我说是废青 废青的话并不是亲友 就不是这个意思 一定说是亲友的伪品 就是敌人 他骂我打我的话 这就是我的敌人 昨天两个金刚道友互相忏悔 首先是变成敌人 然后就是说是变成好人 所以这叫做是废青 首先是废青 最后就成了亲人 然后这个王即是不正的 然后这个他就像是王一样的 王是指的什么呢 就是不正是 也就是说是指的真实为品的一种他法 就是我们说不真实的 或者从人的角度来讲的话 就是夹杂的人 然后从语言的角度来讲的说王语 这也是一种按照经部宗的观点的话 他认为是一种他法存在的 无名也是这样的 就是凡是智慧为品的 有一个他法存在 有一个他法的心所存在 然后刚才从语里面的灯子说包括的非法 非法也是并不是说是 光是说一个非法 就是我们做的一些 比如说国家法律相伟的事情 就是非法的事情 佛法相伟的事情的话 还是做非法 做的一些非法的事情才叫非法 然后非是不应该做的一些事情 叫非事 非意就是没有任何事业的 整天都是在跟这些工人打交道 就是在做非意这个事 所以这叫做非意等等 这些也是理解是 各自为品的一种他法 所以我们无名认识的时候 应该要对各自为品的一种他法一定存在 因为经部宗认为 智慧为品的一种无名的心 所他法一定存在 什么样的他法呢 就像是非法 非意 非事 非证等等 就像是这些法一样的 这些要理解的是 各自为品的一种他法 如果假设说无名不是单单的无知觉 那从何起了知他呢 就是无名不是一个单单的无知觉 或者是无情法也不是 刚才已经讲了 那么怎么样 无名是我们从什么样的角度来去理解他呢 佛经当中这样讲的 成为无名的戒 佛经当中就是成为无名 就是无名之戒 有这种说法 无名之戒 我们学入中论的时候 不是第一地菩萨的时候 要断除三个戒 那么这也是实际上是无名撒迦也见的戒 等之所包括的无名之父 无名的这种烦恼疏复 还有无名之睡眠 第五品里面讲的睡眠品的无名 无名之保留 生老死病 这些普流 无名之心 无名之心 前面十二元气当中的无名的心 所以佛经当中专门讲了无名 就是这方面 如果无名是单单一个知觉的话 那不可能讲这么多的名词 有此可见 无有知觉 另为无名显然是不合理的 那么我们光是无名的话 什么知觉都没有的话 这一点不是这个 应该无名是有一种智慧为凭的法存在 这是这样的意思 如果有对方这样说的 连回汇聚箭即是无名 这是对方的观点 所以有时候我们这里不好分享 下面都是回答 如果对方说 他说是连回汇聚箭 汇聚箭大家都知道 我们印度翻译当中叫做撒迦野箭 什么叫做撒迦野箭呢 对自己的无影制作的这种窝箭 这样的箭接叫做是汇聚箭 那么很恶劣体会的这种智慧 就是汇聚箭应该汇聚箭 或者是撒迦野箭就是无名 有些人是这样认为的 下面我们回答 我们回答的时候 汇聚箭不是无名 下面回答的时候说 汇聚箭肯定不是无名 为什么呢 因必是见解之国 因为汇聚箭它是属于见解当中 因必是见之国 汇聚箭它属于见解之国 见也无名相应 见也是智慧 那么我们见跟无名 可以相应 如果无名也是见解的话 见解跟讲解相应 那是不可能的 两个国家主席也是不可能 同一个位置上 所以说两个都是见解的话 也不可能的 见也是智慧 两个智慧的本体相应 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见实际上是一种智慧 所以智慧与智慧相应 没有这种说法 而且经中也是说 无名能染无智慧 智慧自己染无自己也是自相矛盾的 所以无名呢 大家都知道 我们前面讲的第一品和二品的时候 无名虽然是根本烦恼当中 然后汇聚箭也是根本烦恼当中 但是有五个非箭和五个箭 然后无个非箭就是贪症和无名 无名的话它是非箭当中 应该说是非箭 如果它是箭戒的话 有上面所讲的这些过失 因此我们现在所谓的无名 应该知道按照经部当中所说那样 什么是经部当中所说的呢 善而缘起当中无垠的阶段 不叫无名 如果是叫无名的话 佛经当中也是有害的 佛经当中所谓无名不知前击 教证里面也有这样的 大家应该记住 在佛经当中所谓的无名不知前击 意思就是说 所谓的无名它不知前击 前击的一种星所 因此在佛经当中所说的无名 应该是按照经部里面所讲的 并不是无垠的阶段 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经常对闻思方面 大家都知道 其实无名下面还要讲 无名还是分几种的 但是在这里没有详细的分吧 只不过是无名它的本体到底是什么样呢 这个说得比较清楚 这是无名 下面讲明和处 为什么不讲处呢 处法前面我们讲处运的时候已经讲过 所以说他明处里面的处法在这里没有讲 这里只讲明和处 就是明和处 下面杀缘起当中的明和处在这里讲的 明即非为处法运 那么什么叫做是明呢 咱们的课盘里面把这个明 单独有一个课盘 但是因为一句话当中 单独的一个课盘有点困难 全部明和处结合在一起的 什么叫做明呢 明就是非色法的伍云 非色法的似云 处六聚合而产生 那么什么叫做处呢 处实际上是六聚合而产生的 他心里颂词里面就是六聚合而产生的 处的定义就是这样下的 那么前五来为有诺 那么处 下面讲处吧 六处的话前面五个叫做愚爱的处 第六经浪称名词 那么六处里面的第六仪识 仅仅是一个名词 名相上面的处 并不是真正的有接触性的 然后处还有分明处和不明处和他法处 就是有三个处分明与不明他 就是分三个 然后这分别是哪些呢 五个是明处 然后烦恼就是不明处 其余的法叫做他法的处 海心水坛相应处 那么这个无明就是刚才这个无明的处 也可以分海心和水坛相应处 感受 中的来讲的话 这个处分安乐和灯子里面所包括的痛苦和舍三种 颂词是这样解释的 所谓的明即是属云当非为舍法的舍云 因为那个明就是舍云吧 舍个云 除开舍云以外的 为什么叫明呢 因与明相同而趋入意义之谷 从意义方面来趋入 比如依靠世间共诚的色者明而明白舍法 比如说我们依靠世间的共同舍法 就是这个品子 品子的名字知道这是这个品子 然后我们依靠世间的名词来扎西斗子 或者是采朗多戒 然后这个名词来知道这个是人 所以有婆罗名的 还有那个字诗还是在那个大树里面 说是通过婆罗名的名词来知道这是婆罗名 所以说他依靠比如说行云 舍云 相云 这些的话我们只有名词来知道 真正接触也接触不了 眼睛也看不了 很多都是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我们通过它的名词来知道 所谓的树云干树里面也是有快乐和痛苦 这个时候我们自己也对对对 确实是有乐和苦这种感觉 然后所谓的比如说行云 行云里面不相应性 相应性 这些通过它的名词在心里面自然而然显出它的概念 为什么叫做是名呢 除了名以外没有单独的舍法 所以这样的思维叫做是名 什么叫做名呢 应该我们用自己的顺便去举一个比喻来说明吧 有色也好 没有色法也好 当然比喻的时候 有色法来比喻也可以的 比喻的话不一定要他自己想 我想是他为什么这里用色法 因为色云的话 他用自己来比喻自己的话是恐怕不行的 所以他这里非要用色云来比喻 因为我们比喻的时候把它自己触开 我想我不可能的 这样说我就像是我一样 我就像我这样 这样肯定不行的 那么色云是像什么样呢 就像是色云的名称来比喻 它是这样来表示的 这是讲名 那么下面讲粗 因为粗比较难懂吧 也不是很难懂 今天我们讲的内容还是比较简单 粗有六种 也就是说从盐处到最后盐而比摄身 最后到益处之间 总共有六个 他们是有色等金 盐等根 石等 盐石等 三者聚合不能断定每当金而产生的 但这个暂文当中是不能断定 这个是不是蒋尔罗特尔文部的错备者 我看了《自食和大树》里面 《自食和大树》里面都说是能断定 可能能断定好一点 所以我们这个布子给它为一个圆子 看最好不要让它出去 因为不能断定的话 其实这个粗应该接我们经常说的粗吧 比如说我的盐根已经具足了 外面的红色柱子已经具足了 然后盐石突然而产生的 那么这三个因缘具足之后 这个聚合叫做粗 但是这个方面你们看看 字诗里面有几种观点 有一种论师 他不说是哪个论师 有一部分论师 刚才我可能讲完了一个 这个无名的话有几个论师有不同的说法 有一个叫做石油论师 他认为所谓的无名就是烦恼的众称 烦恼的众称叫做无名 烦恼的众称叫做无名 所有的烦恼可以叫无名 还有一个叫做法成论师 他认为所谓的无名 但是法成论师就是我们一名的法成论师 一名的法成论师 他说一切过失从撒迦一见而产生 所以这句话已经遣除了潜在的观点 因为一切过失从撒迦一见而产生 并不是自我的执著是无名 所以这个观点我刚才可能在文大听里面 有的我想讲 后来就忘了 一个是法有论师的观点和石油论师的观点 一个说是烦恼的众称 一个认为无名自我的撒迦一见 但是按照法成论师的观点 撒迦一见并不认为是无名 为什么呢 他的音名当中说 一切过失是撒迦一见而产生 那么无名并不是撒迦一见 一切过失一切都是无名当中产生 也不一定合理 有些人是这样说的 但是我想一切过失撒迦一见产生 撒迦一见是无名的话 也可能没有什么很大的错误 这个有三种观点 那么这里也有一两种观点 这个是你们翻开的一个知识 那个《居士论》知识里面有 他这里有一部分上师他这样认为的 他说所谓的这个《处》就是根和精和还有实 这三字聚合 聚合的这个心叫做聚合 并且能断定的这种心叫做《处》 这个《处》这样来认定的 它聚合以后才可以这样叫的 但是有一部分上师他认为 光是聚合不一定叫《处》 那么聚合以后出现另一个《处》 出现另外一个《处》 那么这个叫做《处》 为什么呢 在佛经当中 好像六六经吧 六个六个佛经当中有这么讲的 这个《处》里面有六个外处 六个内处 还有六种事 六种树 六种处 六种爱 它讲了这个知识里面我多也记不到 那个知识里面它是讲六处 六处就是由外处和内处讲两个 然后六种事 六种爱 六种树 六种处 所以它这里面六六经当中三十六个法经当中 把六处除了单独分的 如果光是根和经和还有十吧 六十六经六根这三个聚合叫做《处》 没有必要 还有一个六处 六处就没有必要 所以三十六法当中把六处分开的 因此光是六根和六处 不是六根和六十 还有六经三合聚合 不一定是处 处的话应该单独存在这样讲的 但是世青论师在这个上面 他在知识当中自己的观点没有表态 然后《居士论》大书当中我看了也没有这个表态 他至少是有这两种说法 但是我自己认为 应该后则上师的说法是对的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佛经当中确实有三十六个法 三十六个法当中 光是根和经和事这三个具足 不应该有单独的六处 这方面你们看一下 因为佛经当中专门有三十六法 三十六法当中专门有一个六处 这样的六处就是戒处的处 所以我戒处的处和诸处的处 可能我读音上面可能你们一点模糊 但是你们看看那个知识就知道了 所以两种上师的观点 有一部分认为光是根和经和事三者 具合就叫做处 有一种除了具合以外还有一种处 他是这样认为的 有两种观点 其中严实等前五处是有碍的 下面是分六处当中 哪些是有碍哪些是无有阻碍的 那么严实等这些是有碍处 为什么呢 原因是有依赖于有碍的根 眼根 鼻根 耳根 因为有始终全部认为这些是像狐马化那样 有不同的形象和尸体 尸法 他是这样认为的 然后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只能称得上是名称而已 是愿名称之处 他是愿名称 门彭仁波切《俱舍论》的诸史当中也是这样的 他所谓的愿名称指的是无有色法而言的 因为我们第六意识 他真正接触色法都没有的 他真正对外面接触都是没有的 但是实际上他可以去执着 去执着的话也是一种处吧 我们执着的时候虽然身体没有接触 但是有时候这种执着是非常粗糙的 有时候这种执着还是很温柔 心里面带了很多的快乐 就像身上穿了很柔和的衣服一样的 有时候别人听起话 昨天他们有一个人发笔记说 我要什么什么什么 在电话里面 然后我心里面马上出现一种粗糙的感觉 我把电话就尿了不想听 我说不要听我的课 你就念这一点都是 但后来听说他们忏悔了也是一个小时 但是有时候这个人我也理解 你们有时候烦恼生起来的时候 也是控制不住了 但是后来去忏悔也是好事这一点 以后还是后面忏悔一定要之后 一下子的时候最好是认识我们这个 我当时想说我现在修行文佛讲得那么好 还对金刚道友如是对付 然后把电话就尿了心里有点生气 后来想不行不行 将修行报复的人生这样的烦恼也不好 然后马上喝了咖啡就好了 然后大家都有时候心里面自然而然 这个义处就出现了 因为圆名称上的义处自大都带来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把有些小时应该化解 不要老得很大 不然大家都心里又产生一种粗糙的感觉 这是叫做义处 第六种处有三类 那么第六种处实际上是 它的本体方面分的话是有三类 明知处和不明知处和还有二者以外的处 那这三类是怎么样我们说明呢 这三类一刺而无垢智慧相应的处 就是叫做明知处 我们这个处可以分刚才一处方面来分的吧 应该全部是一处方面来分的 刚才第六个就是一处可以分三个 一个是明处 明处的话就是圣者的智慧相应的智慧 比如说无垢的信心无垢的圣者的智慧 这叫做明知处 然而是烦恼智慧与烦恼智慧相应之处 烦恼智慧的话可能撒迦一见了我见了 这些都是烦恼的智慧 这就叫做无明知处 与圣语的有路三法与无附法相应 这叫做除了他法 除了这两个以外的处 除了这两个以外的处 无明知处也可以分以海星相应的处和 然后顺探相应的处 让害众生 心里面就是我一直要害他打他 我有一天真的有机会的时候要把它吃掉 吃掉的时候都是我牙齿的最好都是不要啃它 就直接把它吞下去 有些人打架的时候都说 我不用借住牙齿把你直接吞下去 他说明他的口非常大 根本不需要牙齿来咬他 我根本不需要牙齿来咬他 我自己把你吞下去 这就是海星相应的无明处 就是无明处 然后有些有贪心相应的无明处 这个大家知道 所有的处归了为 再有甘肃乐的处和 还有顿子所包括的甘肃酷和 顿舍的三种处 然后下面这个习俗的话 再讲一点点 再讲一点点的话没有什么 从中所生的六树 从中所生之六树 前无神树与心树 今心之因众二生 总共则有十八种 下面讲那个树 这个树的话 前面就有五个神树 还有一个叫做心树 然后今心的因当中产生的 总共有十八种 从六树当中所产生的树也有六种 以严处为缘的所树 与处为缘的树之间 它严处为缘的叫做严谨所得来的树 然后一直笔 耳等等 最后就是与处 与处所为缘的树之间 总共有六种树 其中前无则是圣树 它这里的这个圣 并不是眼耳鼻色圣里面的身体 它这里的身体 凡是有色法的身体 因为眼根也是一种圣 就是它这个圣 它这里的圣和眼耳鼻色圣里面的圣 有点差别 它这里凡是有相的 有矮的这些根 全部叫做圣 所以它这里树里面的 前面有五种树 五种树叫做圣树 以荣于更色法之骨 它是荣于更色法之骨 原因是圣即称为色法 圣可以叫做色法 原因是这样的 圣等意外的意 因为仅以增上缘之心而产生 后面的那个叫做信术 信术依靠外缘而产生的 因为信术跟对境 经营之差别 因为它的对境的不同 就是总共有十八种 也就是说 经营悦意之境和经营不悦意之境 和经营得色之境 总共有六种 这样各有六种 总共有十八种 今天讲到这里 委员 欠喜 一村 小白 我们JE 这村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